廢棄不用的筍殼 在青年工艺师艺术家的创意巧思下 有了新生命 使用好看的筍殼灯孕育而生 主要它用到的材料是 我们这边农场的一些农费再生的部分 就是筍殼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可以做循环以后 还可以做工艺然后融入生活 很难得可以来到大战 还有农场里面然后做灯 而且第一次发现竹顺有龙毛 而掉落不用的筍液 又可以如何以展新的面貌出现呢 就将它收藏在纸上吧 就是纤维工艺 然后我们觅食植物的天然纤维 再跟我们一般的家用废纸 打成浆之后 稍微只是这样轻轻的一晃 做成再生手工纸 运用竹子当容器 制作吹蒸出的筍子饭香气十足 好好吃哦 绿竹园山鼠农场 选用当令食材与在地农产 野色午餐的好滋味让人精神大振 有加这个南瓜 然后田农水 对对 然后还有豆腐 结合青年工艺师 艺术家 文史工作者 透过跨界合作 开发基隆不同于以往的休闲 农业深度体验 孙可登 敲响城 敲响山间绿工艺食农工学 让基隆学习新城市计划 与这一片土地文化 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来 Movie